封甘南地区 被去台湾其他管治的 死神科研发生纪律是比较更远 早期因为医疗没普遍 治疗过程会做生严重的欢迎镜头 增加治疗的困难 所以刮备的发生论和希望论都很远 今年这位疫苗玄保开始负担 死神科研的口服抗病有务 而且保障条件恐怕 治疗过程也比较早是比较轻松 今年中级纪念病院就表示 管家只要尊照医生的知识 由高生医生可以完整治疗后的纪律 治疗区也希望在2025年 可以来达成京都死神冠军的目标 由今年完美一合开始 健保中专门记府死神肝炎的 口服抗病要务的治疗 但是时间在要没发病进程 是没有危险的镜头 所以医生也好有民众 一定要来病院太减 这里可以在发病进程优好以后 这个药只要口服 而且副作用很小 只要有符合健保条件 只要能够验到病毒 都可以以健保来治疗 所以我们要鼓励所有的乡亲 到有卫肠专科的院所去做筛检 因为这个病不会有症状 但是所以你一定要做学疫筛检 现在的膝肝治疗和以前不一样 过程队也不会这么艰苦 而且健保记府的标准办法 民众也要烦恼要负担 大部分的医疗匯用 以前膝肝必须用干扰素 然后合并口服抗病毒用药做治疗 那时候治疗它的副作用非常大 从头到尾都会发生很不舒服的感觉 而且疗程那时候需要半脸到一点 那目前政府有最新的口服抗病毒用药 治疗时间短平均2到3个月 而且几乎没有副作用 治疗成功率又高 所以希望民众赶快来做治疗 在本年中的病疫药失利冠病中心 提供民众资讯 也进行一些伪告选择 又配合到带速健康关怀团队 占对时间亦向提供更完整的药物 在这次就是最主要针对说 吸引肝炎的部分的话 因为政府有新的药物 那其实有很多乡亲根本都不了解这个讯息 那我们这个阶段新的任务就是说 我们会经由我们两厢的那个见解的资讯 然后我们会一一的打电话去询问 然后去家访 那邀请他们回来医院 然后接受医生的评估 那接受新药的治疗 其实现在只要挖口服药物 并且准备医生的指示来服用 在好时间的纪录就尽管 民众不用太多欢乐 但是一定要来做检查 两扎治疗 这是肯定要干边的好方法 接下来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